据俄媒20日报道 卢干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 将于9月23日至27日举行入俄公投 乌克兰外长当天回应称 无论俄罗斯怎么说 乌克兰都完全有权解放其领土 俄外长拉夫罗夫则就此评论称 人民应该自己决定未来 俄新社报道 截图、综合俄新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 20日报道 顿巴斯地区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以及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当天宣布会在同一时间段 即9月23日至27日举办入俄公投 卢干斯克方面称 人民委员会裁定将公投日定在9月23日至27日 随后 乌克兰南部俄战地区赫尔松和扎波罗热 也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赫尔松行政机构负责人萨尔多在Telegram上表示 他已经签署了一份关于赫尔松地区 加入俄联邦享有单一联邦主体充分权力的公投问题的命令 扎波罗热地方政府负责人 巴利茨基也在Telegram上发消息称 他当天签署了一项 关于就扎波罗热地区的领土归属问题 举行公民投票的规定 据报道 根据巴利茨基的命令 扎波罗热地区的公投将决定该地区从乌克兰退出 成立为一个独立国家 以及加入俄罗斯联邦的问题 顿巴斯地区公投投票站 图片来源 俄新社、路透社认为 这是一次明显经过协调的行动 报道指出 上述四个地区约占乌克兰领土的15% 其面积大小 基本与匈牙力相当 塔斯社称 根据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国家民意调查 和营销研究所 InSumar19日对4000名受访者进行的电话调查 卢干斯克入俄一试 得到了83%居民的支持 顿涅茨克地区的支持率则有80% 而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 分别有72%和65%的受访者赞成加入 据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20日在联合国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应道 俄罗斯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 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他也在推特上进一步表示 乌克兰完全有权解放其领土 并将继续解放他们 无论俄罗斯怎么说 对于这一决定 每西方国家也都纷纷跳脚 据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宣称 华盛顿明确拒绝任何此类公投 而欧盟和加拿大也谴责了该计划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尔称 欧盟及其成员国不会承认公投的结果 如果投票继续进行 将考虑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措施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立陶宛总统脑塞达则声称 计划中的公投是一场荒谬的戏访 PARODY暗指此前的克里米亚事件 对于美西方国家的声浪 俄方态度鲜明 路透社称 部分亲克里姆林宫的人士 将入俄公投描述为向西方发出的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接受俄罗斯的领土成果 否则将面临与核武敌人的全面战争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就此回应称 俄方从一开始的立场就是 必须由相应领土的人民来决定他们的未来 而当前局势证实 顿巴斯人民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称 顿巴斯地区的公投是必要的 其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具有巨大意义 他补充 在卢顿两地加入俄罗斯后 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将变得不可逆转 侵占俄罗斯领土是一种犯罪 允许你使用所有自卫力量 梅德维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今日俄罗斯RD主编玛格丽塔西蒙扬 则更加强硬地写道 今天是公投 明天承认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后天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 成为乌克兰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 在各方面解开俄罗斯的手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公民院已经准备与顿巴斯各共和国 分享网上投票的经验 克里米亚准备为来自顿巴斯 和赫尔松地区的难民开放投票站 并准备帮助这些地区 确保投票期间的安全 罗斯托夫州也表示 准备在必要时 将为来自卢顿两地的难民组织投票站 今年2月 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两天 俄罗斯宣布承认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两地的主权